再提问的是矿物质的运输就是无基岩 就是水分跟无基岩的无基岩 下列叙述何者是不正确的 好 A选一下 它是在木质部中运输的吗 对 因为木质部运输水分及无基岩 所以A对 那运输过程不需要耗能吗 如果你今天在木质部中运输是不用耗能的 因为木质部是死细胞 死细胞不耗能 所以我们先把B先打勾勾 那它是不是要融与水中一起运输 对 因为无基岩必须融于水边的离子 跟水一起运输 它受不受增善作用的影响 当然受 因为水分无基岩运输三大动力 跟压牟业细胺跟增善 增善作用最强最重要 所以增善是运输水分无基岩最重要的动力 所以珠选项当然受影响 所以珠是最错的 不过这题的争议在于 它是问何者不正确 而且放在单选题 所以珠是很好的答案 因为它最错 但事实上B选项 它有瑕疵的 无基岩的运输完全不好能吗 在墓植部里是不好能 没错 所以我都会想到墓植部死细胞不好能 但是在根部是需要的 因为根压 根压运输水分无基岩 是透过根部的活细胞 主动运输及便利性扩散 建立浓度体度 那时候无基岩的运输 是有主动运输的 所以它这边只问 运输过程不需要耗能吗 事实上在根部是需要的 但是到了墓植部之后 就不需要了 因为墓植部也耗不了能 它死掉了 所以这里B让它丑一 错一半 那猪全错 所以大家选猪